第一百九十六集 你会针灸 就算你会针灸又能怎么样 这种哮喘必须吸氧或者用药 把你中医那些骗人的东西说起来吧 男人冷笑一声 就要把药送入女孩的嘴里 你很看不起中医 叶浩全淡淡地问 江湖上骗人的东西 根本治不了病 我为什么要看起中医啊 因为我是华夏人嘛 笑话 西医才是王道 男人不屑地说 几位几位 现在病人要紧 我求求各位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 尽快地想出来个办法吧 机长开始急了 现在是病人要紧 这几个家伙还在讨论中医西医 男人不屑地扫了叶浩全一眼 就要把药送到女孩的嘴里 我敢保证 你敢让他服用这个药 不出半个小时 他就会由哮喘诱发他的先天性 隐性的心脏病 叶浩全淡淡地说 你在吓唬谁呢 不要以为自己学了点中医就天下无敌了 你这种自以为是的人我见得多了 就算这是激素 短期服用你也不会有问题的 以后注意条理就可以了 男人不屑道 你不信可以试试 叶浩轩取出金针 然后在一旁静静地等着 这男人太自以为是了 要给他点教训 让他长点记性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仗着 自己那点半调子的医术来唬人了 自以为是 男人冷笑一声 然后对女孩说 把这个药服下吧 一会儿就好了 你这属于突发性哮喘 你 你怎么知道 我有隐性心脏病 女孩没有理会男人 只是睁睁一双美眸 不解地看着叶浩轩 我是中医 看出来的 你的哮喘是因为过敏 加上身在高空所致 本身并不碍事 过一会儿就好 如果你感觉难受 我可以为你针灸 你的隐性心脏病是小时候 心脏发育不全导致的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痊愈 但是这种病不能滥用激素 一旦用激素的话 隐性心脏病就会复发 我说的应该没错吧 叶浩轩点点头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你真以为自己是神医 不用枕脉都能看得出来啊 你以为你是清源的叶浩轩 男人不屑地说 你怎么知道我就是叶浩轩 叶浩轩诧异地看了男人一眼 你就吹吧 怎么可能 男人鄙视地看着叶浩轩 要不我拿身份证给你看 叶浩轩无语地压压头 懒得再理会这种人 你说的没错 医生就是这样交代我的 可是我刚才太难受了就忘记了 谢谢你提醒我 女孩皱皱眉头 再次扶着胸口 她感觉自己几乎要透不过气来了 我帮你扎几针吧 叶浩轩走上前去 谢谢 喂 你谁呀 你冒充清源的叶神医就算了 可你真的要给人扎针 你会吗 男人拦住叶浩轩 脸色不善道 这女孩真是一个极品 绝对不是酒吧敌厅那些 靠衣着暴露吸引人眼球的女人所比的 这女孩你看她第一眼 就会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看第二眼就会情不自禁地发呆 她在一旁半天也不知道 该给她怎么搭讪 因为这女孩太除尘了 让她有种自残行贿的感觉 现在好不容易逮到一个 和美女近身接触的机会 怎么可能让这小子给抢去了 中医她只认可一个 就是清源的叶浩轩 就连她的导师 也对这个年轻人的医术赞不绝口 她号称不把脉 就能把人的病看透 可是这个家伙 像神医的样子吗 一身休闲妆 浑身上下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 我相信她 女孩勉强地笑了笑 那一笑几乎令天地失色 叶浩轩也看得一阵冷神 这女孩真漂亮 除了陈若曦 她认识的人几乎没有人能跟她比 那种气质是别人都无法拥有的 女孩说着又是一阵喘息 叶浩轩连忙走上前去 用金针刺入她身上的几处穴位上 然后度过一丝争气去 片刻之后 女孩那种几乎要窒息的感觉便消失了 我感觉好多了 真的太谢谢你了 女孩伸出手笑道 我叫薛听雨 你呢 你是刚才她说的叶浩轩 意见听雨 好名字 叶浩轩只是微微一笑道 不错 就是我 你真是叶浩轩 男人吓了一跳 儒家包换 叶浩轩瞥了她一眼 就拿刚才这家伙诋毁中医的话 换作平时 她绝对要上前去猛揍她一顿 喂 哥们 你很出名吗 远浩吃惊地问 清源的神医 你说呢 男人的眼光换成了一种崇拜 在清源 你可以不知道中医大国手贵成德是谁 但是你不能不知道叶浩轩是谁 她就是一个传奇 号称能起死回生的传奇 以后就没事了 你对花粉过敏 以后最好不要接近花一类的东西 尤其是春天 更要注意 你的隐形心脏病 不用激素的话 基本上不碍事 就这么多 休息一会儿吧 以后注意 叶浩轩交代了几句 然后离开了头等舱 哥们 等等 远浩连忙追上叶浩轩 到自己的位置上坐好 远浩兴奋到 兄弟 你真是真人不露相啊 刚才那小子太嚣张了 敢看不起中医 你没看见那伙的脸色 像吃了苍蝇一样 话说 你很出名吗 有一点博明 不足挂齿 叶浩轩微微一笑 哪有 那小子刚才跟大爷一样 知道你的身份 我跟孙子一样 话说你真的能起死为生 远浩不敢相信地说 叶浩轩不相信地说 你也是医生 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叶浩轩反问 不大可能 远浩摇摇头 然后笑道 不过在清远你这么出名 一定有你出名的道理 原来你是位中医高手 失敬了 哪里 袁兄说笑了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在京城有需要 尽管来找我 远浩笑着地上名片 正在这个时候 远浩张打着嘴 双眼里直冒星星 一副诸葛的样子 叶浩轩已征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只见刚才被自己救的那个女孩 缓缓走来 他的脚步很轻 第一步落下就好像是没有重量一样 他整个人有种轻飘飘的感觉 那种在云端的感觉 更是让他整个人淡然出尘 就像是仙子下凡那样 他所到之处 所有的乘客 纷纷侧目 男的惊艳 女的羡慕 嘿嘿 兄弟 真羡慕你的艳遇一波又一波 这次英雄救美 美女芳心暗许 嘿 怪不得你拒绝了空姐的那个艳遇 原来真正的美女在后面呢 远浩擦了一把流得老长的口水 羡慕地说 薛听雨的脚步算不上碎 但绝对撑不上大 每落地一步的距离都相同 就像是之前用尺子良好一样的 这女孩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 她的家世一定不简单 她静止走到叶好轩的跟前 微微笑一笑 出尘的双眼中闪着睿智的光芒 她轻笑道 我来感谢一下救命恩人 恩人谈不上 举手之劳罢了 况且我的职业 就是一个医生 叶好轩淡淡地说 薛听雨有些亚然 说真的 第一次见到她的男人都会失神 但是叶好轩却没有 这是让她惊讶的地方 叶好轩身上的这份淡定 和一些说不清的气质 竟然对她有着一种莫名的吸引力 我可以跟你换个位子吗 我在头等舱 刚才你也知道在哪里 薛听雨对着傻在一边的袁浩 微微一笑 袁浩一惊 这才回过神来 她连忙一咕噜地爬起来 连声道 可以可以 当然可以 很荣幸 袁浩说着 向头等舱走去 因为心情激动 她差点摔了一个跟头 女神对她笑了 女神竟然对她笑了 薛听雨从容地坐下 然后道 你是一名中医吗 不错 我是一名中医 我听说 中医和道部分家 山医命相补 本为一体 不知道你通晓多少 叶好轩一惊 热采转身打量着身边这漂亮的不想画的女人 她刚才所说的常人是不知道的 如果不是她刚才笑喘犯了 叶好轩甚至都以为她是精通悬熟的高人 山医相通晓一点 余下的两个就不懂了 叶好轩笑道 你从哪里知道这些东西的 我喜欢读书罢了 那么说你懂看相咯 薛听雨微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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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都会懂的 叶好轩笑道 中医没落 你能有这份成就 已经出乎人的意料了 能帮我看看手相吗 可以 叶好轩点点头 那就麻烦了 薛听雨微微一笑 伸出手去 玉手葱白如雨 就好像是一件完美无瑕的艺术品 让人不敢心生亵渎之意 叶好轩抓起他的小手 只觉得他的手柔华无骨 近乎完美 他看了看手闻 心中已经知道了大概 怎么样 叶好轩放下他的手 薛听雨就有些迫不及待地问 首先你的出身不错 叶好轩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样 他微微一争 神色有些复杂 这些很多人都能看出来 从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一言一心 都不是旁人所能模仿出来的 薛听雨微微一笑 你很自信 叶好轩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但是从这句话来说 叶好轩知道这个女孩并不擅长交集 或者是对自己的能力太自信 或者是从小受家庭的影响 事实就是事实 不懂谦虚 当然 还有呢 薛听雨继续问 说真的 别的我看不出来 叶好轩摇摇头 不是他看不出来 而是不想再和他谈下去 他姓薛 单从和他这寥寥树言就不难猜出 这女孩才华横溢 而他曾经听黄少辉说过 京城两朵金花 一文一武 无有陈若曦 而这一文 就是陈若曦联姻的对象的妹妹 薛家的二小姐 虽然他没听说过名字 但是从他的旗帜 还有他大富大贵的首相 不难猜出来 他就是京城的那朵文花 叶好轩有些苦笑 这世界是不是太小了 他刚出门 就遇见未见面的情敌的妹妹 还把她给救了 你不是看不出来 你是不想说 你好像不大乐意跟我说话 能说说为什么吗 薛听雨问 叶好轩已经 这妞果然厉害 这都能被他看出来 他会独心数吗 只是他生性单纯 直言直网 怕是没有什么心机 不然的话 将是他的一大对手 没有 你想多了 以你的家使 你的家人应该不会放心 让你一个人出行吧 今天怎么是一个人 叶好轩淡淡地说 我独自出来玩的 旅游 是我不准让他们派人跟着的 准确说 是偷跑出来的 薛听雨 根根一笑 那笑容让天地失色 就连叶好轩 也不免一阵失神 叶好轩点点头 并不再说话 留个联系方式吧 你刚才救了我 到京城 我的家人会好好感谢你的 不用了 我是医生 救人是应该的 叶好轩淡淡地回应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 飞机即将降落 京南机场 请各位乘客 系好安全带 飞机的喇叭上 突然传出 空姐甜美的声音 这一次的目的地京城 竟然已经在 不知不觉中到了 叶好轩一眼 寄好安全带 飞机降落的时候 会有些颠簸 薛听雨微微一笑道 不说也罢 不过我总有种直觉 我觉得我们 很快会见面的 叶好轩感觉到心塞 说实在的 他不想和京城的 任何世家子弟见面 此时飞机已经 向下辅充降落 下了飞机 叶好轩打了一辆出租车 便即离开 薛听雨随着人流 走下了飞机 刚一下飞机 几名身穿黑色西装的人 便走到他的跟前 为首的一人叹气道 大小姐 你总算回来了 你要是再不回来 我们就要被家主 关禁闭了 我只是想自己一个人 出来玩玩 没必要那么紧张的 薛听雨有些心不在焉 他向人群中四处张望着 小姐 你在找人吗 一名黑衣人问 没 没有 我们回去吧 薛听雨张望了半天 也没有看到 叶好轩的身形 他摇摇头 在几名黑衣人的保护下 乘车离开 去哪里 出租车上 一个大胡子司机操着半生不熟的精片子话问 紫月小区 叶好轩打算先去皇家一趟 一来京城 他两眼一摸黑 要先看看黄老怎么说才行 虽然他现在心急如焚 恨不得马上见到陈若曦 但是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陈家 现在依然是他无法触摸的高度 好嘞 司机打表 然后一踩油门 汽车轰地向前跑去 半个小时赶到 看你的表现 叶好轩抽出一碟大钞 抽出两张放在车窗前 另外的钱拿在手里 没问题 您做好了 司机眼前一辆转了个弯 然后猛地一踩油门 汽车快速地向前拾去 京城的繁华 不是清源所能比的 街道干净敞亮 繁华程度超乎人的想象 这让第一次来到京城的叶好轩 感觉到很新奇 陈若曦 我来了 你在哪里呢 叶好轩把手机拿出来开机 只见手机上有一系列的短信 却是他那一众红颜知己发来的 他走的时候太过于匆忙 回家收拾了一下行装 和母亲说了一下原因就离开了 并没有逐一地去告别 只是临上机前群发了一条短信 然后就关机了 怎么突然要去京城了 有什么事吗 第一个是唐冰发来的 路上小心 郑双双发来的 姐夫 你都不告诉我 我恨你 接下来这一条是颇有怨气的 郑蓝了的 叶好轩看了一遍 然后逐一回复 之后叶好轩的神色复杂 看着车外的繁华街道 一时间入神了 到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正在出神的叶好轩 被司机的声音惊醒 他看了一眼里程表 一共是一百八 不用找了 叶好轩转身下车 哎 您还没给车钱呢 司机大吉 那不就是吗 叶好轩向那两张大钞一指 那 不是小飞 司机大怒 谁对你说那是小飞了 叶好轩不屑地说 你牛逼 司机向叶好轩比了个中指 然后倒车离开 机场的出租车 都有宰客的习惯 如果叶好轩不用这个损招 这司机 这司机恐怕要带着他 绕好多个圈子 紫月小区 都是独立的别墅 这地方一般人 就算是有钱 你也未必能 在这里弄套房子 里面住的一些人 非富即贵 黄大哥 我到了 在小区门口 叶好轩给黄少辉 挂了个电话 稍等 我马上来 过了片刻 黄少辉从小区门口 跑了出来 结果叶好轩手中的行李 其实叶好轩的手里 也没有什么笨重的东西 只是带着他平时 行医用的小医药箱子 小区查得紧眼 就算是黄少辉的身份 不一般 警卫也是核对了 叶好轩的身份证 做了详细的登记以后 才放行 你可算是来了 我爷爷成天念叨你 什么时候能来京城呢 黄少辉笑道 平时比较忙 是我的错 我应该早点来看看黄老的 叶好轩笑道 说话间 两人已经来到了 黄少辉的家里 江兵迎面走了过来 微笑道 小叶 你总算是来了 来 快进来 吃了没 我去帮你弄点吃的 江兵说着给叶好轩 倒了杯茶 叶好轩笑道 嫂子 不用忙 我不饿 来这里 可别跟我们客气 就像自己家一样 江兵笑道 没问题 这里就是我的家 黄老呢 叶好轩四下张望了一下 没有发现黄老的身影 在我叔叔那里呢 有会儿就回来了 你先坐着 黄少辉笑道 叶好轩点点头 端起茶杯 喝了点茶水 一盏茶的功夫不到 黄老就晃悠着 从外面走了进来 叶好轩连忙站起来笑道 黄老 您回来了 嗯 你小子到了 这么久 你也不来看看我这个老东西 黄老笑话道 叶较忙 一直挂念着您呢 这不就来了吗 小子 别跟我打马虎眼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这次来是干什么的 黄老眼睛一瞪怒道 黄老 我那件事情是顺道般的 主要还是来看您的 叶好轩小道 别跟我打马虎眼 我看你是顺带着来看我的吧 顺便摸摸京城的局势吧 得 什么也瞒不过 黄老您老人家 呵呵 叶好轩微微苦笑道 坐吧 黄老向叶好轩示意了一下 然后坐到沙发上 叶好轩一言坐下 和黄老面对面 你小子当初不认你父亲 现在后悔吗 黄老有意无意地问道 不后悔 叶好轩摇摇头 哈哈 有了叶家这层身份 你跟陈家那丫头的事情 不就成了一半了吗 如果只有那么简单 就好了 这其中的缘由 其实我不说 黄老爷肯定明白 我虽然身体里 躺着叶家的血 但是在民间长大 叶家就算认我 在叶家 我可没有半点地位可言 叶家会为了我 得罪陈家 得罪薛家 叶好轩苦笑道 嗯 你小子看得到也透彻 不过你这次来 有什么打算 黄老点点头问 不知道 叶好轩摇摇头 说真的 虽然他来了京城 但是他依然不知道该怎么办 陈家和薛家协议已成 联姻是板上钉钉的事 不是他所能扭转这个局面的 哈哈 那你还来这里干什么 到时候搅局 或者是摸清了形势 混到陈家 跟陈家那丫头私奔 哈哈 黄老笑道 说真的 我还真是这么想的 叶好轩一本正经地说 滚 你小子真敢这么做 只会害了你 黄老笑马道 那黄老 你不妨教我怎么办 叶好轩苦笑道 你当初不认叶庆臣这个父亲 也是别有目的的吧 黄老倒是说说 我有什么目的 叶好轩的眼皮一跳 俗话说人老成精 这话说的果然一点也没有错 他的心思大多数人不理解 但黄老一眼就看出来了事情的关键 叶家是棵大树 而你不过是棵野苗子 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回到叶家 对叶家子孙来说 你是个抢食的 肯定会受到排挤 而且虽然同是叶家子孙 由于你在民间长大 叶家家主 未必会护着你 黄老把杯子放到了桌子上 不错 黄老 接着说下去 叶好轩微微一笑 所以你需要一个契机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这次少回给你打电话 你就顺水推舟地来到京城 然后准备在京城闹腾几天 让京城这个圈子里知道你的存在 对不对 黄老 您真的是神机妙算 叶好轩苦笑 黄老说得不错 他之所以拒绝回到叶家 并不完全是因为深夜清晨的气 豪门是家水神 尤其是叶家 里面的勾心斗角绝对少不了 如果他借着父亲的事回到叶家 那他在叶家 注定会被人看不起 注定是一个小角色 在叶家一辈子也只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而且他母亲在叶家的日子 也绝对不会好过到哪里 豪门水深 叶好轩深知这一点 但是叶好轩有野心 他并不甘于险状 他是龙 他不甘尾身于一个湖泊 他要游向大海 那里海阔天空 才是他真正向往的地方 但反之则不然 他在京城打出名头 让圈子里的人知道他 体现一下自己的能力 这就会令叶家的人刮目相看 到时候再寻个契机强势的回归叶家 在叶家会有自己的威严 所以说呀 你小子有野心呢 去找找吧 京城安静了几十年了 早就成一潭死水了 年轻一代情皇不介 而且不安定的因素太多 这样下去迟早要出事 你就是一根嚼屎棍 叶好轩怎么听着这话不是味呢 哦 我是嚼屎棍 那么那些世家是什么 不就是屎了吗 晚上 叶好轩留在皇家吃晚饭 黄少辉的小叔 黄明也回来了 黄家是军人世家 生出的子孙不论男女 一律从军 黄明是黄老的小儿子 三十多岁 在部队已经是身居要职了 在上一步就直接是大校了 你就是叶好轩 黄明笑道 是的 黄叔好 叶好轩笑着和黄明握了一下手 好啊 谢谢你啊 如果当初不是你 少辉现在怎么能在部队里面待得下去呢 你可是我们黄家的恩人啊 黄明笑道 黄叔客气了 我是医生 这是本分 谈不上救命不救命的 叶好轩淡淡地说 先吃饭 吃饭 黄明笑着 几个人坐下开始吃饭 小叶 听说你有几下子 有没有兴趣在部队发展 三句不离本行 说的就是黄明这种人 他的职业是特种部队的一个大队长 平时只要是有身手好的 他总是想尽方法地挖过来 听黄少辉说叶好轩的身手不错 所以就来了兴趣 学过几天拳脚功夫 肯定不能跟黄叔的人相比 叶好轩笑道 来来来 比划几下 比划几下 黄明边说边脱下衣服 黄少辉把叶好轩吹到天上去了 他就是不服气 想来试试 黄叔 这 不大好吧 叶好轩闪闪的笑了笑 这黄家的人还一个个都是好战分子 没什么不大好的 来 我保证不伤了你 黄明边说 一声大喝 呼的一拳向叶好轩攻来 黄明的拳头带起一阵拳风 直刮得人脸生疼 这一拳刚猛直白 不带一点的花哨 以自己最大的力量攻击敌人 战场上来说是属于硬碰硬的 叶好轩的心中一脸 黄明的权势不弱 是个高手 也是 掌管着数个特种分队的黄明 又岂是那么简单的 叶好轩迎着黄明而去 也是一拳攻出 拳势未老 他化拳为掌 一个怪异的盗爵 轻轻地一服 黄明的这一拳立即打空 他的身形一片 拳头贴着叶好轩的身体而去 这一拳的拳力 竟在不知不觉中 被叶好轩给化解了去 这是四两拨千斤的手法 黄明有些诧异地问 叶好轩点点头 其实这是道家的手法 论起来 比四两拨千斤高明得多了 只是同出一礼 再来 黄明一声大喝 猛地向前冲击步 一跃而起 半空中一个侧踢 向叶好轩踹来 黄明的拳脚功夫 算得上是非常高明了 但是遇见叶好轩 还是不够看的 他屏息凝神 微微向前踏出一小步 看准时机 猛地向前一切 这一切 恰好切在黄明的膝盖上 黄明的脚一麻 整个人落在地上 一个亮枪 差点倒在地上 虽然他的速度和力量 都属于高手 但是叶好轩 但是叶好轩现在已经踏入 鼓舞者的行列 所以在叶好轩看来 黄明满身都是破绽 这看似有意无意的一切 却是恰到好处 黄明的这一踹的力道 当时被叶好轩卸开 来几硬的行不 黄明不善于投机取巧 他学的是部队的硬气功 只会硬碰硬 他呼的一拳再次向叶好轩袭来 如果叶好轩不拿出点让他信服的东西 他今天还真的没完了 叶好轩精神一振 同样一拳轰出 砰 拳头翔轩 黄明只感觉叶好轩身上 一阵极大的力道传了过来 他身形晃了一晃退了几步 竟然是内袭 厉害 黄明赞叹道 我是医生 只是学了一点 粗浅的气功 让黄叔见笑了 叶好轩笑道 哪里啊 你很厉害 我不如你啊 难怪少回提起你就是一脸的赞叹 黄明边说边穿好了衣服 这场笔试再笔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叶好轩完保他 他感觉得到叶好轩根本就没有出全力 走吧 出来京城 我带你去感受一下京城的夜生活 黄少回笑道 嘿嘿 小叔 一起播 不了 我得回去陪你婶和你小妹了 改天再说 黄明摇摇头 和叶好轩打了个招呼 然后就离开了 小兵 那我们两个回去了 不要等我了 早点休息 黄少回想将冰说 嗯 少喝点酒 将冰点点头 黄少回开了一辆大柱 和叶好轩一起出了门 在车上和黄少回闲聊了一会儿 叶好轩大概知道了京城的势力 京城的顶级世家 门下的嫡系遍布军政商 而且家中都有一个跟太祖 一起打天下的老太爷的世家 只有三家 叶家 陈家 薛家 其余的世家虽然非同小可 但只能算得上是二流世家 家中嫡系有从政或者从军的 但是影响力绝对比不上叶家这些顶级世家 万家 李家 以及和叶家有恩怨的杨家 都属于二流 其中杨家千金最终下嫁李家 然后和李家联姻 李家经几十年的发展 在京城也算是风生水起 余下的小世家 只能算得上是商业世家 比如萧家 周家等一些小世家 在军政没有一点影响力 世代从商 去哪里 黄少辉开了半个小时的车 还没有到达目的地 叶好轩忍不住问 去见见陈大小姐的堂弟吧 一个相当顽固的小子 陈若曦的消息 就是他无意间透露给我的 黄少辉小的 他年纪应该不大吧 你能和那些顽固子弟玩到一起去 嘿嘿嘿 玩不到一起 那些个家伙成天花天酒地的 没有一点正心 除了装逼就是泡妞 我不喜欢 不过 这小子有点特殊 怎么个特殊法 叶好轩来了兴趣 他很贱 可以说是贱到骨头里 他就是那种 你越是对他小心翼翼 他越是看不起你的人 你狠揍他一顿 揍得他爹都认不出来的话 他就会对你服服帖帖的 哈哈哈哈 黄少辉忍不住笑道 哈哈哈哈 这么说这小子被你做过了 当然 就是他之前在部队里挑戏女教官 由于他家大业的 没人敢招惹他 我看不下去了 就教训了他一顿 打得他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 出院后他就对我服服帖帖的 非要拜我为师 黄少辉笑道 哈哈哈哈 原来也是一个极品 叶好轩大笑 车子停在一间会所前面 这间会所是一间私有的会员之会所 名字为地井宫 和清源的一些高端会所一样 这家会所走的是高档路线 不是有钱就能进来的 办一张普通的会员卡 一年要缴纳数百万的会费 而且你还得有一定的背景和人脉 才能进得来 而且这家会所是上流圈子里人 常来的地方 所以豪华的程度 远远的出乎叶好轩的想象 比清源的会所气派的多了 这是叶好轩的第一个念头 停好了车 两人就要进去的时候 黄少辉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示意叶好轩稍等他一下 他到一边接个电话 叶好轩点点头 细细地打量着地井宫的格式建筑来 只见颇具欧式复古的风格 门口站着两排身穿红色旗袍 开插出露出白生生大腿的服务员 那劲爆的身材和旗袍开插出的雪白 极其吸引人的眼球 由于是会员制 叶好轩第一次来 根本不可能有会员卡 所以他只得在门口等黄少辉接完电话 就在这个时候 他身后响起了一个惊讶的声音 叶好轩 你是叶好轩吗 在这里也会碰到熟人 叶好轩微微一冷 回头看去 只见一名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年轻人 站在自己的身后 这年轻人穿着一身定制的罗蒙西装 手腕上戴着限量版的劳力士 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 叶好轩努力想了半天 终于想了起来 眼前的这货是自己中学时候的同学 尚平 不过有好多年没有联系的 尚平 叶好轩小道 老同学 你怎么在这里 老同学见面 是格外亲切的 叶好轩笑着伸出手去 其料这尚平并没有和他握手的意思 而是巨傲地扫了他一眼道 我高中毕业后就下海做生意了 在京城混了几年 还算不错 你呢 当年的大才子 现在在哪里发财呢 有些人 就是属于有一点成就 就得以忘形的人 眼前的这个尚平 毫无疑问就是这种人 当年在学校的时候 他学习账 而叶好轩是老师眼中的宠儿 现在他是成功人士 但叶好轩似乎混得不怎么样 单是从叶好轩那一身寒酸的衣服 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在叶好轩的跟前 他要忍不住 秀一下自己的优越 叶好轩收回手 并不怎么生气 他淡笑道 我现在是一个医生 跟你这成功人士 没法比 你学医了 嗯 不错 毕业后混上几年 混个主治 一个月也能拿大几千块钱 混个十几年 也能够在京城 买个几十平方的房子了 老同学 我看好你啊 上平得意地扫了叶好轩一眼 想看看他吃瘪的脸色 但是让他失望的是 叶好轩的神色如常 并没有流露出什么不悦的样子来 第198集 做什么生意呢 也就小打小闹 一年弄个几百万花花 跟你们医生没法比 你们的福利高 待遇好 改天我有个感冒发烧的话 恰好去找你看看 你混上主治了吗 上平显白地摆弄着手中的大钻戒 还好吧 我读的是中医 也好玄淡淡道 中医啊 不是我说你 老同学 这个出头就难了 时间关系不说了啊 回头见 上平指着手腕处 那块价值不菲的牢里是道 我约了人 那好 再见 你是要进去吗 是的 我在等人 兄弟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黄少辉接完电话赶了过来 这是你朋友 黄少辉平时并不注重着装 他的着装也比较随意 这让上平打心眼里的有些比 他以为叶好轩和他朋友 是来这里求人办事的 也是 一个小医生还是中医 想在京城立足 求人办事也是正常的 是的 我朋友 这是我同学 叶好轩随意的做了下介绍 来这里求人办事的吧 这里是高级会所 没有会员卡是进不去的 走吧 我带的是我朋友的黄金会员 恰好能带两个人进去 上平拿出地井宫的会员卡 在这里 一张普通的白银会员卡 只能够一个人进去 黄金可以带两个人 白金的带五个人 至于至尊卡 可以随意带人进去 而且消费五折 这里平时汇聚了京城各个圈子里的人 其中不乏官二代 红三代 这些顶级家族的人 所以在这里能办一张白银以上的会员卡 那就是身份的象征 黄少辉愣了愣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叶好轩 意思是 你哪里来这么个极品的同学 呵呵呵 那好 我们就沾沾我老同学的光吧 叶好轩有些无语的苦笑 那好 行了 黄少辉不冷不淡地说了一声 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那张白金卡收了起来 不用客气 老同学嘛 你们是来办事的吧 一边向里面走 上平一边问 算是吧 我看你是初来京城吧 在这里办事靠的是人脉关系 有什么事尽管对我说 我敢说没有我办不成的事情 老同学见面 当然要嗅下优越感 上平在拼命地鼓吹自己在京城 多牛逼多牛逼 人脉有多广 身份有多高 验证了这张黄金卡的身份 门口的警卫放行 不用了 谢谢 不用客气 出门靠朋友 这样吧 我今天给你介绍一个人 你们等会儿 奉上几句 敬几杯酒 说几句好话 等把那人捧得高兴了 你就说是吧 我保证 不管什么事 绝对一路绿灯 上平夸张道 是吗 你说的那个人 背景真的有那么通天 黄少辉有些不耐烦的冷笑 黄少辉是谁 根正苗红的红三代 而且本身在特种部队里任职 在京城什么时候需要去奉承别人了 那当然 兄弟 你也是刚来京城吧 京城不比其他地方 水深呢 听我一句劝吧 如果不是我老同学 我才不介绍呢 上平没有看到黄少辉的不悦 依然在那里 喋喋不休 那好吧 我们就见识见识 你那个大人物 黄大哥 你说呢 叶好轩皱皱眉头 也有些不耐烦了 既然上平这么想挨耳光 那他不介意抽他眼光 他倒要见见那个大人物是谁 以上平的身份充其量就是一个做小生意的 在这里也是求人办事的 他就不信他口中的大人物能大过黄少辉 上平和两人一起来到了一间包厢前 他到包厢前敲了敲门 谁呀 一个性感的女孩打开了门问 我是上平 我是来找销售的 上平点头哈腰 恭敬地说 等等 我问问销售 女孩砰的一声把门关了 哪个销售 还能有哪个 当然是京城销家了 销家的大少销裕 我等会儿再给你解释解释 销家有多厉害 等会儿进去了不要乱说话 多拍马屁 多说点好听的 只要销售高兴 你们的事不管是什么事 我保证就成了 是吗 销售真了不起啊 叶浩轩和黄少辉 对视了一眼 皆有些无语 销售充其量 只是一个商业使家 随便一个红三代的顽固 都可以玩死他 怎么到了上平的嘴里 就成了背景通天的大人物了 我可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 才介绍给你的 别人我才不理会呢 进来吧 门一开 一个兔女郎打扮的女孩 冲着三人招招手 上平神色异解 恭恭敬敬地走了进去 包厢里颠颇有几分气度的消遇 再和几个女孩子摇骰子 喝酒打屁 玩得正嗨呢 小尚你好 上平点头哈腰地冲着 萧玉笑了笑 尽量地把自己的腰弯下去 你是哪个 萧玉争了争 说实在的 她不认识上平 我是上平 我朋友是 上平还没说完 只见萧玉的脸色一变 蹭得站了起来 她冲着室内的女孩挥挥手 都出去都出去 我要谈正事了 室内的几个女孩 有些不情不愿地走了出去 室内瞬间安静多了 上平心中暗喜 看来自己那朋友的面子真不小 自己一来 萧绍正闻得高兴都不闻了 她笑道 萧绍客气了 其实我那也是些小事情 您 她的话还未说完 愣住了 只见萧玉跑到门口 尽量地放低自己的身形 有些诚惶诚恐的 皇少 叶少 你们怎么来了 上平懵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 叶好轩旁边的年轻人 她不认识 或许有点来历 但是叶好轩 又算什么东西啊 她不过是一个 单亲家庭的穷孩子罢了 也配得上叶少这个称呼 没事 我这位朋友说 要介绍我们一个大人物来 我们就来看看 原来是萧少啊 什么时候萧少也这么拽了 黄少回狠狠地刮了萧羽一通 她这话同样是对上平说的 黄少说笑了 在您跟前 我屁都不算一个 两位里面请 好不容易聚到一起 我请客 萧羽恭敬地让座 叶好轩和黄少回坐了下来 萧羽这才敢坐下 老同学 一起坐吧 叶好轩扫了上平一眼 是 是 谢谢 上平这才慌忙坐下 叶少 您来京城也不通知一声 好让我去接你啊 萧羽勉强笑了笑 说实在的 她对叶好轩有些不敢冒 在清源的时候 叶好轩甚至让自己难堪过几次 但是没办法 自己家的老爷子的健康 全指望着这家伙呢 自己不得不小心应付着 萧羽并不知道叶好轩的身份 但是她知道叶好轩不好对付 加上自己有求于她 所以说起话来格外小心 呵呵呵 不敢 哪里敢麻烦萧大少啊 叶好轩有意无意地 笑着扫了上平一眼 上平的脸色像猪肝一样 知道自己刚才牛逼吹得大了 不过有一点她没吹 在她眼里 萧羽确实是背景通天的人物 只是她眼中的牛人 在叶好轩跟前都要小心翼翼的 那叶好轩又是什么身份 呵呵 叶少客气了 如果叶少有时间的话 请务必到萧家坐坐 我家老爷子念叨着您呢 萧羽客客气气地奉上自己的名片 嗯 有时间去坐 叶好轩收下了名片 谢谢叶少 谢谢叶少 萧羽大喜 不过现场有些干巴巴的 萧羽和黄少辉根本没有什么交集 换句话说 她根本触碰不到黄少辉这个级别 现在黄少辉来了 萧羽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是我同学好像是有事情求着你了 叶好轩向上平一指 上平一针感激地看了叶好轩一眼 她正琢磨着怎么向萧羽开口 没想到叶好轩竟然帮她说呢 虽然她不知道叶好轩的身份 但萧羽对她恭敬的模样不难看出 叶好轩是有几分薄面的 既然是叶少的朋友 也就是我的朋友 今天大家只管好好的玩 改天谈事 萧羽连忙取出了一张名片递给了上平 上平受宠若惊 连忙接过名片 她激动的手都有些发抖 对她来说 萧羽背景通天 是她根本无法触摸到的地步 现在萧羽亲自给她拿名片给她 那就是说她靠上萧家这棵大树了 以后出来办事就没有那么费力了 想起刚才自己还在叶好轩的跟前秀优越 上平就感觉到脸上一阵火辣辣的 自己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没想到叶好轩竟然是一尊大神啊 谢谢萧羽了 那我就不打扰各位了 各位玩得开心 上平失去地退了下去 她知道今天的场合不是她所能缠和的 黄少辉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 她接通了手机一颇具危言的语气道 在13号包厢里 你过来吧 萧羽 我们要谈正事的 挂了电话 黄少辉有意无意地说了一句 好 机位慢慢聊 慢慢聊 我先退下了 萧羽不是傻子 她连忙站起身来退了出去 包厢是她的 钱是她出的 现在她还要滚出去 而且脸上还得一副很荣幸的样子 这就是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区别 我那便宜的小鸠子 是的 这小子才17岁 是陈若曦叔叔的小儿子 别的没有 就是有点欠 就那里训练也是她老爸恨铁不成钢 想让我们教训教训她呢 黄少辉笑道 叶浩轩点点头 对于这位未来的小舅子 倒有些期待了起来 过不多时 包厢的门被打开了 一个吊儿郎当的年轻人走了进来 正如黄少辉所说的 叶浩轩的这个便宜小舅子还不满18岁 脸上还带着一丝稚气 虽然良好的家事让他从小受到的都是最好的家教 但是正直青春期的年龄让他的神色微微有些叛逆 这少年叫陈宇 是陈渊的侄子 陈若曦的堂弟 师父 这么着急的约我来 做什么呀 陈宇满脸带笑的坐到了黄少辉的对面 给你介绍个人 叶浩轩 你未来的姐夫 黄少辉在这货的跟前 直言不讳 根本不怕这货会把叶浩轩 来到京城的事情 透露给陈渊 因为他已经把这个家伙收拾得服服帖帖了 我姐夫 我哪个姐夫啊 陈宇有些摸不着头脑地问 笨蛋 你有几个姐姐 黄少辉在他脑门上拍了一下 啊 你是说 他是我若曦姐的男朋友 陈宇吃了一惊 梦得跳了起来 那是 你小子还不算笨 黄少辉露出一点笑意来 你就是那个敢当面叫我大伯岳父的叶浩轩 陈宇有些诧异地盯着叶浩轩 把叶浩轩上上下下地扫了个遍 没错 我是当面叫我大岳父 可惜他不认我这个女婿 叶浩轩苦笑 黄少辉还真敢说 这件事情是陈渊的逆临 他把这件事告诉他侄子 就不怕陈渊发火吗 你别看我 这不是我告诉他的 我来京城后 他就问我是不是有个不开眼的家伙 当着他大伯的面 叫他大伯岳父 黄少辉苦笑道 不是我师父说的 是我姐告诉我的 陈渊把叶浩轩上上下下看了个遍 然后才皱眉道 也不怎么样嘛 除了比我高一点 其他的硬件都不如我 有点黑 也没有我帅 我就不明白了 我姐可是京城出了名的金花之一啊 怎么就看上你了 说着陈渊还做出一副老成的样子摇头道 哎 好白菜都被猪拱了 小子 你说谁是猪呢 这是我兄弟 黄少辉瞪了陈渊一眼喝道 师父 我保证再也不敢说了 陈渊连忙裴笑道 你是陈渊吧 你感觉我配不上你姐 这小子挺逗的 叶浩轩笑着问 当然我姐是谁 陈家千金 京城两朵金花中的其中一朵 怎么可能被你这家伙摘走了 陈渊有些不屑的说 那你说说什么样的人才能配得上你姐 这个 陈渊微微的一睁 然后摇头道 我不知道 至少要比你强十倍吧 强十倍 叶浩轩吃得笑了 这家伙真是大言不惭 不过看样子 他跟陈若曦的姐弟关系挺好的 露两手让我瞧瞧吧 你想见我姐的话 要先过我这关 陈渊做出一副老成的样子 对叶浩轩说 我跟你姐的事 还要经过你这一关 叶浩轩诧异地问 这叫什么逻辑 你姐相亲的话 难道还要让你先相想不成 那当然 如果你连我这一关都过不了的话 将来你岳父那一关 肯定也过不了 那就是说 薛家大少已经过了你的眼了 没有 说实在的 薛家那个家伙我看着不顺眼 我姐真嫁给他 哼 正是鲜花插到牛粪上 不过这是我大伯的决定 谁让他现在是家主呢 如果你能露两手让我折服 我可以考虑为我姐牵线 我是一个医生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跟你露两手 叶浩轩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我知道你是个医生 我姐对我说过你 不过听说你的医术挺高的 肯定有绝技吧 露一手让我瞧瞧 就在叶浩轩即将拿出点实力 让他瞧的时候 包厢外面传来了一声大贺 陈玉 你小子在哪里呢 上次打赌输了 你不是说输的话要装孙子吗 你装一个给我瞧瞧 这声音极度嚣张 就算包厢是隔音的 也被里面的人听得清清楚楚 陈玉的脸色一变 然后咬牙切齿地骂道 薛峰 你这个王八蛋 真是阴魂不散 薛峰 薛家三少 倾敌薛红云的堂弟 叶浩轩微微地一争 薛峰 你这个混蛋 上次是你们耍赖 有本事 我们再比一场 陈玉怒道 包厢的门一开 一名和陈玉 差不多年纪的少年走了进来 正是薛家的薛峰 他嘲讽地看着陈玉笑道 嘿嘿 陈玉 愿赌服输 你就装个孙子吧 王八蛋 上次你们合伙阴我 我不干 有本事 你再赌一场 陈玉咬牙切齿地看着他 我干嘛还要跟你再赌一场 你不装孙子也行 你们陈家根本就输不起嘛 哈哈 你姐都要嫁到我们薛家了 你们陈家 以后要看我们薛家的脸色过日子了 哈哈哈哈 薛峰嚣张地笑道 叶好轩的眼神一变 就要上去教训这小子 一边的黄少辉连忙按着他 微微地摇摇头道 都是小孩子 同言无忌 叶好轩这才没有当场发作 这些十六七岁的少年正是叛逆的时候 平时大家比家事 所以说一些无心的话也属正常 但是叶好轩生气的是 这家伙说陈若曦要嫁到他们薛家了 这让叶好轩不爽得很 第199集 你放屁 我姐才不会嫁给薛红云那王八蛋呢 姓薛的 你敢再说一句试试 陈宇大怒 我再说一百次又怎么样 哈哈哈哈 以后我们薛家独大 你们家就闪一边去吧 薛峰依然嚣张地大笑 你 陈宇直气地说不出话来 你是陈家第四代唯一的男丁 得拿出点霸气来 如果我是你 先上前去抽他两个大耳瓜子 叶好轩冷冷道 我 陈宇握着拳头 胸口实起实伏 说真的 他真想上去教训这个家伙 这家伙太嚣张了 但是他的拳头握了几握 然后又松开了 他哭丧着脸道 可是我打不过他 他说的不错 薛家那家伙是练过的 他根本打不过他 这也是为什么他前段时间 为什么去特种部队训练的原因了 只是他娇生惯养的 哪里吃过这些苦 所以根本没坚持下来 最后还因为调戏一个女教官 被黄少辉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后来他发现黄少辉实力很强 所以伤好后 就巴巴地跑来找黄少辉拜师来了 你这个怂货 薛峰忍不住大笑道 你想办法教训他一下 你的事情就交给我办了 陈宇咬咬牙看着叶好轩 怕什么 一个将死之人 你跟他计较个什么劲呢 将死之人 陈宇微微一愣 小子 你是谁 你敢咒我是将死之人 信不信我把你凌迟了 薛峰盯着叶好轩扫了几眼 不信呢 我是一个医生 我不妨先来说说你的症状 提到行医 叶好轩又来了精神 你说说我什么症状 薛峰见叶好轩胸有成竹的样子 不免被他给忽悠住了 再嚣张 也不过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罢了 你这几天没有陈伯吧 这是叶好轩的第一个问题 你 这又能说明什么 薛峰涨红了脸 细想一下 他这些天 早上确实是没有勃起啊 这当然是个问题 问题还很严重 你想想啊 你是一个正直血气方刚的男人 早晨没有反应 这正常吗 见薛峰呆住了 没有说话 叶好轩再问 还有 你平时见到性感的女人 会不会有反应 你 胡说 薛峰涨红了脸 我也没有胡说你自己清楚 叶好轩摇摇头 你这个问题是隐级 如果耽搁的时间久了 肯定会出大问题的 薛峰的脸上阴晴不定 他在考虑 该不该信叶好轩的话 不错 叶好轩说的话 和他的情况非常像 他早上是没有沉默 而且他见到性感的女人 会有反应 可是这又能说明什么 他本想一走了之 但是看到叶好轩 这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他又犹豫了 他咬咬牙 终于抬起头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好轩暗笑 其实他说的这些话 是每一个青春期的男生 都会有过的 至于他早晨没有勃起运动 那纯粹是这货路多了 肾虚 这是你的肾功能 从小就有缺陷 小时候没事 长大了缺陷就渐渐的出来了 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过几年 恐怕 叶好轩边摇头边说 你胡说 他妈的你才有缺陷 老子的基因很好 薛峰大怒 不信呢 那你照着我的话 做一下试试看 叶好轩小道 你说 要是没有症状 老子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薛峰咬咬牙 决定相信叶好轩这一次 把你的手放在腰后 左一点 再下一点 过了 上踢点 对 就是那个位置 在叶好轩的指点下 薛峰把自己的手 放在膀胱鱼的穴位上 然后等着叶好轩的下一步指示 就在那里 往下按 对 用力往下按 叶好轩指示着薛峰 按照叶好轩的提示 薛峰重重地向下一按 不过没有什么感觉 他有些疑惑地看着叶好轩 脸上有些愤怒 他感觉被耍了 然后怒道 没反应 你是不是在耍我 怎么可能 哦 对了 你是病人 没有力气 陈玉 你去帮帮他 叶好轩向一边的陈玉 一指 哦 我妈 陈玉一惊 当然 叶好轩不动声色地 向陈玉使了一个眼色 陈玉虽然性子有些柔 但是人不傻 他马上猜到了这里面 肯定有猫女 他连忙跑到了薛峰的身边 笑道 嘿嘿嘿 薛大少 我帮你吧 虽然我看你不爽 但毕竟认识一场 免得以后你尾了 就不好玩呢 哈哈 你给老子等着 薛峰扫了他一眼 然后示意他开始 陈玉把手指放在他的膀胱鱼上 然后用力地一按 他跟薛峰原本就不对头 所以这一按是用足了力 他这一指按下去 薛峰立马觉得膀胱里一阵翻腾 然后一阵极大的尿意涌上来 尿意瞬间涌上来 让他根本拔不入关 橙黄色的液体顺着他的裤子躺了下来 随即一阵腥骚的气味涌上来 令人作恶 哇 薛峰 你尿尿了 你竟然在地井宫当众撒尿 靠 那里没有洗手间吗 大家都是斯文人 还薛家大少呢 你太恶心了 陈玉连忙跳开 不失时机地大叫 你 你耍我 就算是薛峰再傻 也知道自己被叶好轩给耍了 他瞪着几乎要杀人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叶好轩 恨不得把他的皮给扒了 竟然害他当众失戒 这个混蛋不可原谅 他一定要弄死这个外来户 他发誓 可是 他的话未说完 就马上闭嘴了 因为又是一阵强烈的尿液 从他的膀胱里涌出来 又是一阵哗啦啦的液体 像是水果一样 顺着他的裤子流了下来 谁耍你了 这是名医好不好 他说你有病 你肯定有病 正常人谁会接着连三的尿这么多呀 哈哈哈哈 陈玉心中大爽 他哈哈大笑道 尿排出来就好了 我这是在给你治病 你的尿路不畅 所以才会有那些症状 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叶好轩一本正经道 混蛋 你等着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薛家太子 我一定要弄死你 你等着 割下几句狠话 薛峰一流烟似的跑了 一路上还脱下衣服挡着脸 让人看不出他来 在这里都是有身份的人 谁不认识他薛家大少 要是被人认出来 这次真的是丢人丢到家了 他一路狂奔 然后留下一道长长的水字 哈哈哈哈厉害 你真厉害 我决定了 你就是我的姐夫 我以后只认你这个姐夫 陈玉和薛峰两个人不对头 可是他性子柔软 在薛峰的面前是吃亏的多 占的便宜少 每次跟那家伙斗 自己都要气得几天 吃不下去饭 这次叶好轩算是帮他 出了一口心头的恶气 所以他对叶好轩的好感 也随之而来 果然是个孩子呀 几下就给哄住了 叶好轩暗笑 你姐现在怎么样 我现在想见见他 这个恐怕有点麻烦 我大伯现在把他看得挺紧的 大门都出不了 而且门口一天24小时 都有人把守 所以他出不来的 陈玉有些犹豫的 想想办法吧 他出不来 你姐夫进去也可以啊 这关系到你姐的幸福啊 难道你想让你姐嫁到薛家去 黄少辉也在一边打气 不不不 这样不行 如果让我大伯发现了 他会打死我的 陈玉吓了一跳 这想法太大胆了 虽然他是个天不怕 地不怕的主 但是陈渊是陈家的家主 他在家不老时 没少受陈渊的教训 所以他的骨子里 对他的这位大伯 还是挺害怕的 你是不是想变强一点 叶浩轩突然问 想 当然想 我做梦都想 不然跟薛峰那个家伙干架 老是打不过他 陈玉连忙点点头 那你看看我这样算不算强 叶浩轩微微一笑 从口袋里取出一枚硬币 向半空中一抛 然后一声大喝 右手食指向前猛的一指 吃一声清响 那枚钢被叶浩轩的手指 击出一个洞来 钢被就套在叶浩轩的食指上 陈玉的嘴再也合不上了 他的下巴几乎就脱臼了 过了好半天 他才惊喜地叫道 你是怎么做到的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我 我要扮你为师 陈玉想变强 做梦都想成为武林高手 不然的话 前一段时间也不会自找虐的 到特种部队 去参加三个月的集训了 虽然那三个月差点把他殉残 可是他的骨子里 还是很渴望变强 叶浩轩的这一手 让他无比的震惊 太厉害了 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厉害的人 这是那季 你想学吗 叶浩轩微微一笑 想学 想学 你可以教我吗 陈玉忙不迭地点点头 双眼里几乎都要放星星了 可惜这是我的家传 不能外传 你跟我又没有一点关系 我不能教你 叶浩轩摇摇头 给他当头泼了一盘冷水 怎么可能没有一点关系 你是我姐夫 你是我姐夫啊 陈玉激动地说 可是你姐现在都要跟别人订婚了 我连见她一面都见不到 我怎么可能成为你的姐夫 那 陈玉摇摇牙 把门这被叶浩轩一直击穿的硬币 思索了半天 然后才下令决心道 好 我帮你进陈家 不过想见到我姐 还需要你自己想办法 这个没问题 我就是走不进你们陈家的大门 只要进了门 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叶浩轩排胸脯道 好 明天上午 我找你 明天上午我大伯不在家 你给我留一个电话吧 没问题 叶浩轩把自己的电话交给了陈玉 总算是把这小子搞定了 陈玉现在一生一个姐夫 叫得极为亲热 姐夫 这功夫难学不 难学啊 而且要下苦功夫 啊 那我要练多久 才能像你那样啊 不多 十年吧 十年 十年太久了 当然 我有速成法 速成法 姐夫 你快教我吧 当然可以 不过 这要看你的表现了 呵呵 叶浩轩微微一笑 总算是把这一小子给搞定了 算是打开了一个局面 不管怎么样 先见到陈若曦再说 叶浩轩并没有跟黄少辉 去他家过夜 毕竟那太叨扰别人了 他先找了一家酒店暂时住下 等明天之后再弄套房子 这一次估计要在这里打持久战了 躺在床上 叶浩轩的思绪如潮 久久不能入睡 正如黄老所说 自己这一次来京城 是要来搅局的 叶家事大 如果他轻易地跟父亲回到叶家 未必会受到重视 反之 如果自己在京城闹腾一番 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能力 自己到叶家的日子 将会好过很多 陈若曦 我没让你真的等三年 我来了 渐渐地叶浩轩进入了梦乡 在他的身上 有一种肉眼不可见的荧光 缓缓地流动 这是他体内的浩然真气 利用他休息的时候 自行运转 这就是浩然真气的逆天之处 这种法觉 根本不用刻意地去修炼 因为他在你休息的时候 自行运转 修为在不知不觉中 就能提上来 京城疗养院 京城的疗养院 守卫比清源的那个疗养院 要更加的严格 京城重地 在里面疗养的人物都非同小可 甚至一些长征时期的老同志 都在这里面疗养 这里并不像是清源疗养院那样 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巡逻也不似清源疗养院那样繁琐 只是偶尾养院 只是偶尔有一阵人过来视察一番 就快速地离去 但是暗地里 这里也不知道有多少个狙击手和观察手在盯着 也时不时地有树导强大的精神力在这里扫过 如果叶浩勋在当场 一定会惊讶地发现 这些强大的精神力 有不弱于自己的修为 京城疗养院极大 占地有十里方圆 里面乌设精致 衣衫傍水 在一个人造湖畔边 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坐在靠椅上 老人一把年纪 岁月在他的面容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时光如水 似是在诉说着老人这一生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岁月 这正是叶家的老太爷叶童话 他是和太祖一起走过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现在他已经年过近百 但是他的精神极好 双眼虽然浑浊 但是却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在他一边 一名年近七十的老人 正是叶家的现任家主 叶浩轩的爷爷 叶兴国 听完了叶兴国的汇报 叶家老太爷轻笑一声道 看来那个小家伙 倒有几分能力 这么快就说服陈家那小猴子了 他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据资料 他的医术更是非凡 在清源那边短短半年 就混得风生水起 可是他这样进入陈家 会不会太胡来了点 叶兴国道 不胡来 一点也不胡来啊 叶童话摇摇头 自从上一次动乱后 各个家族门声发展 他这样胡来 这二十多年的平衡 会不会被打破 叶兴国有些忧心道 这二十多年来的确平静 不过 那都只不过是表面的平静 京城一潭死水 死水下包残火心 这潭死水 是要叫魂 在水里面 有些人的野心才会显现出来 上面的人 虽然表面要维持平静 但是心里 都盘着出来个搅局的人 老太爷微微一笑 上边 对有些人不满意了吗 叶兴国微微一惊 其实是不满意啊 简直是震怒 上次顾家的事情 已经让一号大发雷晴 我国人在我国做事业 顾家的人竟然公然包庇 虽然顾家遭到警告 老实了几天 但是私下里 非必真的服气 老太爷 老太爷缓缓地站起身来 叶兴国连忙扶住老父亲 所以 有些不安分的人 自求多福吧 叶童话摇摇头 然后在叶兴国的搀扶下 回到了房间里休息去了 第二天 叶浩轩的生物中 让他准时醒来 吃了早餐 八点左右 陈玉真的开着车跑了过来 姐夫 你看我这辆车怎么样 陈玉得意地开着自己的跑车问 叶浩轩眉头一皱 他这样光明正大的叫自己姐夫 真的好吗 如果让某些人知道 恐怕会弄巧成拙 第二百集 我觉得 别人面前 你还是用别的称呼叫我比较好 好好好 我明白 我以后就叫你哥行了吧 陈玉连忙改口 好车 好车呀 老板 让我过把手引吧 一会儿 我保证过一会儿手引就行了 黑子探头探脑地从叶浩轩随身携带的行衣箱里 飘了出来 凝成肉眼不可见的气体 虽然陈玉看不到黑子的本体 但是他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有些自言自语地道 这鬼天气都几月了 怎么还这么冷 回去 你想我把你丢出去吗 叶浩轩瞪了黑子一眼 用精神力喝道 我就是想出来过过手引 回去就回去 现在太平静了 都不热血了 黑子嘟囔着缩回头去 一路无言 车子有惊无险地开到了陈家大院 叶浩轩也着实无语 陈玉这个家伙 根本就是一个刚学会开车的菜鸟 而且以他的年纪 是根本不可能考驾照的 一路上车开得摇摇晃晃的 好几次都差点 撞到路边的绿化带上 但是又交警看了看车牌 失去地离开了 陈家的院落极大 清一色的复古式建筑 门口的守卫也比较森严 都是鹤枪实弹的军人 在跋舍 车子行驶到门口 其中一名军人走上前 对陈玉行了一个军 然后陈玉拾去地 拿出通行证 这些守卫是轮班的 把关极为严格 就算你是陈家的嫡系子孙 没有通行证 也不能随便进出 核对了通行证 警卫并没有马上放行 而是向陈玉行了一个礼道 小首长 里面还有人吗 有人 有个医生 我小姑最近几天身体有些不好 她吃西药又伤胃 所以我就找个中医来帮她看看 陈玉扯起晃来 真是脸不红气不喘 叶昊宣也连忙不失时机地 把自己的行医箱递了上去 然后打开让警卫看了一番 警卫这才放心 手一招 前边的人便放行 让车子进去 陈家的大怨极大 如果叶昊宣是第一次来 她多半要绕晕过去 停好了车 陈玉贼头贼脑地向四处看了一下 然后拉着叶昊宣 向陈若曦的住处走去 我说 你能不能别像做贼一样的 这小子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虽然他是陈家嫡系的子孙 但难免不会让人怀疑 到时候一盘稳 这小子一慌神 事情就大条了 大哥 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成全你和我姐的 如果让我大伯知道了 他会杀了我的 陈玉战战兢兢地说 你真不像个男人 叶昊宣无语地摇摇头 就在这个时候 两人身后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小玉 你做什么呢 这是你朋友吗 糟了 我小姑 陈玉吃了一惊 哭笑着回过头 只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少妇走了过来 正是陈若曦和陈玉的小姑 陈茵 她极具气质 虽然今年三十四五了 但是看起来极为年轻 小姑 这是我的朋友 我来带她玩的 陈玉结结巴巴地说 只是她的双腿都在发抖 一眼就让人看出破绽来 真的 你确定她是你的朋友 陈茵狐疑地问 这两个鬼鬼祟祟的 一看就知道心里有鬼 小姑 我实话说了吧 唉 陈玉叹道 叶好轩已经 这伙不会这么快就着了吧 只听陈玉道 我知道小姑这几天有些不舒服 吃西药 又胃痛 所以我来找了个中医给您看看 陈玉有时候扯起晃来 脸不红气不闯的 如果不是之前露出过破绽 倒真能把她小姑给蒙住了 是吗 那你鬼鬼祟祟祟祟的干什么 中医 你在骗我吧 哪里有这么年轻的中医 陈茵笑 盈盈地说道 说吧 到底有什么事 小姑 她真的是中医 人不可貌相 我说的是真的 陈玉连忙扯了一下叶好轩 是以她配合一点 叶好轩回忆 陈玉倒也没有扯多大的谎 她小姑的身体确实有些不舒服 她一眼就看出来了 您的身体确实有点不大好 前段时间感冒了吧 服了些西药 然后又刺激到胃了 这几天是不是吃饭不好 胃部胀气恶心 叶好轩实在不知道怎么称呼陈茵 叫她姐吧 这样会乱了辈子 叫她阿姨吧 生怕把她叫老了 惹她不高兴 这是你告诉她的 陈茵诧异地看了一眼陈玉 不是 绝对不是 我发誓没有 陈玉信誓旦旦地说 而且您的胃 落下好些年的老毛病了 应该是胃部受过寒 伤了脉络所知吧 您的胃病 一到秋冬就会犯 犯酸 烧心 对不对 叶好轩缓缓道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陈茵诧异地问 难道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真的是中医高手 陈玉是个没心没肺的家伙 不可能知道的这么清楚的 我可以为您把下麦吗 可以 陈茵对叶好轩来了兴趣 他伸出手去 让叶好轩为他把脉 叶好轩一答唯唯一争 他心里已经有数 然后他松开了手 怎么样 我这个胃病 有没有根治的方法 胃病的问题不大 但是您其他的地方 另外有些隐疾 呃 叶好轩有些犹豫道 有什么隐疾 我小姑的身体好得很好 好不好 你不要乱说 陈玉诧异地问 小玉 你去忙吧 我跟这位医生好好地谈谈 陈茵突然向陈玉道 呃 这 这个 陈玉吓了一跳 他向叶好轩看了一眼 意思是你能搞定吗 叶好轩向他微微点了点头 事已无妨 呃 那好吧 我走了 陈玉有些忧心地离开了 叶好轩随着陈茵来到了他的书房里 陈茵请叶好轩坐下 然后为他泡了一杯茶 说说吧 我这个隐疾是怎么回事 陈茵盯着叶好轩问 呃 你这个隐疾应该是早年的时候 一次惯性流产导致的 如果我没猜错 您现在想要孩子 但一直没能怀孕 对吧 你说得不错 微微地争了争 陈茵的脸色渐渐地变得有些复杂了 正如叶好轩所说 他第一次怀孕的时候流产了 医院检查说他的子宫臂薄得可怜 怀孕的几率只有百分之零点几 可以直接忽略不计 所以他和丈夫结婚十多年 一直没能怀孕 他的丈夫并不是什么世家子弟 两人是真心相恋 并不是什么利益的联姻 他只是军中的一位年轻的将领 老家是农村的 而且还是一根独苗 所以这件事情一直让他耿耿于怀 认为自己没能为丈夫传宗接代 心中很愧疚 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寻访明医 想办法怀孕 但是一直都没有效果 现在他甚至有点心灰意冷呢 那你有没有办法 他试探性地向叶好轩问 其实他不抱太多希望 他这些年看过不少的医生 也用过不少的偏方 但是没有一个方法能有成效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或许是有些医术 但是他并不认为他能治好自己的病 他之所以问 不过是抱着不放过一点希望的态度罢了 办法当然有 叶浩轩放下手中的杯子道 你 你说什么 你有办法 陈音吃了一惊 他激动地问 对 我有办法 只要用了我的方法 不出三个月 我保证让你如愿 只要你能让我做母亲 那你就是我的恩人 陈音双眼中泛着泪光 多少年了 他甚至要放弃了 但是叶浩轩给了他希望 他甚至都不怀疑 叶浩轩是不是骗子 但是他真的渴望有一个孩子 只要有一点希望 他都要牢牢地抓住 这个不必 我只是一个医生罢了 这是我的本分 你这个问题并不算很严重 吃药针灸就可以了 疗程不超过一个星期 真的 那 现在就开始吧 陈音激动地说 现在不行 你的子宫因为上次流产受损 所以变得很薄 需要用药调理 然后我用针灸疏通 问题不大的 我先给你开一个方子吧 叶浩轩从随身携带的行医箱中 取出了纸盒笔 写下一个方子交给他 叮嘱道 这个药一天两次 连服一个星期 服完后你再联系我 我为你针灸 好的 陈音认真地听着叶浩轩所说的话 生怕听漏了一点 还有 这个是人参 你煎药的时候 切下一点放下 效果会更好 不过这个人参跟市面上的不一样 不要用其他的人参代替 叶浩轩从行医箱里 取出一块在老家得到的老山参 递给陈音 陈音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收好 然后叶浩轩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问清楚了用药时候的禁忌 叶浩轩一一解答 弄明白后陈音才点点头 他突然道 你是叶浩轩吧 叶浩轩吃了一惊 自己并没有向他说自己的名字 他是怎么知道自己是谁的 你怎么知道 叶浩轩苦笑 这一次的计划 恐怕要泡汤了 他是见不到陈若曦了 我听若曦说过 你是一名中医高手 他向我提过你 他经常向你们提起我吗 叶浩轩突然有些莫名的伤感 是的 若曦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她的性子我了解 风风火火 就像男孩子一样 她性格坚强 从来没有在家人跟前流露出过 这么柔弱的一面 她提起你的时候一脸的幸福 唉 她是真的喜欢你 陈音叹道 我知道 叶浩轩感觉喉咙处哽咽着一团东西 陈若曦的性格直来直去 不难想象 他在提起自己的时候 那一脸痴迷的模样 叶浩轩感觉到了一阵心痛 所以 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了他 我不会辜负他 我现在只想见见他 可以吗 叶浩轩难难道 这个恐怕不行 守着他的不是普通的警卫 一个陌生人 恐怕行不通 陈音摇摇头 小姑 我只要知道他在哪里就可以了 我有办法进去的 叶浩轩急切地连城湖也换了 你小子 这么快就叫上小姑了 陈音一阵别扭 他总算是明白了陈渊 为什么一提到叶浩轩就发火 这小子还真是自来熟 你是若曦的小姑 当然也是我的小姑了 叶浩轩尴尬地笑了笑 好吧 不过你要是被抓住了 可就麻烦了 没关系 叶浩轩微微一笑 陈家花园后一间独立的复古式小屋外 站着两名身穿军装的女军人 这两名女军人身形笔直 双眼中金光寸芒 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部队的人 门一开 陈若曦从室内走了出来 小姐 有什么事吗 两名女军人向前一步 恰好挡住陈若曦的去路 去厕所行不行啊 陈若曦皱眉道 我们陪你 两人对陈若曦寸步不离 你们要告清楚 我是陈家千金 不是犯人 陈若曦冷冷地扫了两人一眼 对不起 首长吩咐我们要寸步不离 如果有任何差错 就拿我们试问 所以请小姐不要让我们为难 一名女军人说 陈若曦一阵烦门 她怒道 愿意跟着我就来吧 她也算是部队的人 对于部队的纪律清楚 而且这两个女军人 不是一般部队的人 她上面的命令是什么 他们就服从什么 比机器人还机器人 若曦又发脾气了 随着笑声 陈茵笑盈盈地走了过来 小姑 你不是回去了吗 陈若曦拉着陈茵的手问 美娜 下午才走 你这丫头 现在要赶我走了吗 陈茵不悦地说 哪有 小姑 再这样下去 我要发疯了 我要见我爸 我要跟他说清楚 如果他敢再这样对我 我分分钟死给他看 陈若曦有些抓狂地说 你要是听话 你爸怎么会这样对你 这孩子 没事别说什么死不死的 不吉利 呸 陈茵催了一口 可是小姑 我真的很郁闷 陈若曦指着身后的两人道 这跟坐牢有什么区别 就算是坐牢 也有放风的时间吧 我现在去个洗手间都要跟着我 以你的能力 不这样的话 你恐怕早就跑门影了 所以你也别怪你爸 小姑 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吗 陈若曦不悦地说 我站在道里这边 陈茵笑道 走吧 去我那里坐坐 去你那里干嘛 你又不带我出去走走 陈若曦有些无趣地说 你去不去 要么就跟我去聊聊 要么你继续被关在屋子里 二选一 我还是跟你走走吧 陈若曦挽着陈茵的手 她身后的两名警卫也跟了上来 我只是带小姐走走 放心吧 一会儿就回来 陈茵转身道 可是手掌吩咐过 我们要寸步不离 对不起 如果她问起来你们 就往我身上推就是了 你们也站这么久了 都累了 休息一下吧 陈茵挥挥手 这 那好 谢谢 两人犹豫了一下 这才点点头 毕竟来人是陈渊的妹妹 陈若曦的小姑 所以两人也就放松了警惕 小姑 你帮帮我 一路上 陈若曦都摇着陈茵的手 怎么帮你 你这么大的人了 怎么还撒娇呢 陈茵笑道 我想见见我爸 我想跟他说清楚 陈若曦认真道 说不清楚了 你爸跟学家已经私下离 达成了一些协议 所以你们的事 已经是定下来了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哎 陈茵叹道 要是爷爷在就好了 他绝对不会像我爸这样逼我 小姑 你真幸福 陈若曦叹道 提起自己的婚姻 陈茵也忍不住一笑 她的丈夫当初是部队里的一个小排长 因机缘巧合下 她与丈夫认识 然后情投意合 全家上上下下都反对他们的婚事 那时候陈若曦的爷爷在世 大手一挥就同意了他们的婚事 在大家族中 没有任何利益的怜因 她怕是头一份 可是陈若曦的爷爷奶奶 在一次事故中双双殉国 老太爷就把陈家家主的位置 压到了陈渊的身上 虽然陈渊的能力不错 但是毕竟还是太年轻了 这些年陈家威严虽在 但暗地里波涛凶浪 微信也大不如前了 否则的话 也不会这么着急和薛家联姻呢 走到了书房 陈茵四下里看了一下 眼见四处无人 然后一把抓住陈若曦的手低声道 若曦抓紧时间 你爸快回来了 什么 什么抓紧时间 陈若曦诧异地问 进去就知道了 小姑能帮你的只有这么多了 陈茵来不及解释 把陈若曦往书房里一推 然后赶快关上了门 小姑 你什么呀 陈若曦有些摸不着头脑 她转身拍拍门 可是陈茵已经走开了 大家好 果为新书神龙兵王 已经在喜马拉雅上架 一代钢铁狂兵 卷土重回都市 喝醉烈的酒 采醉狂的反派 征服最美的女人 精彩爽文 欢迎大家收听评论 咱们 谢谢